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还有两三天就要结束了 这次冬奥会上有很多国产最新科技产品亮相 其中数字人民币支付成为一大两点 美国杂志称它打破了36年来美国VISA银行卡 组织对奥运支付服务的垄断 据界面新闻报道 2020年北京冬奥会就被最早确定为数字人民币试点的实地 一场景之一 其中中国银行负责了北京冬奥会闭环内的本外币现钞服务 以及数字人民币的运营 此外 中国银行还联合VISA银联共同发行冬奥主题双标信用卡 截至2021年12月 中国银行已在北京和张家口地区 打造了4万多个售离场景 全面覆盖石、筑、行、油、购与等多元需求 央行数据也显示 截至2021年底 数字人民币个人钱包已开立2.61亿个 交易金额已达875.65亿元 在实际使用感受上 自1986年以来 VISA与奥委会签订了独家品牌权益 并作为奥运会的独家支付服务提供商 2018年 VISA再次延长了其与国际奥委会签订的独家许可 延长至2032年 因此 国际奥委会一直将现金VISA作为官方奥运场馆上仅有的两种支付方式 北京奥运会官方网站 也仍将VISA列为独家支付提供商 但多位中国支付行业专业人士表示 北京冬奥会上使用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系统 并不违反VISA的独家协议 因为数字人民币只是中国法定货币的数字版 valleys reet 因为 坏 。